2023年11月24日,一个标志性的活动在温哥华巨星舞台艺术学院举行,庆祝了加拿大中冠协会的官方成立。 这个新注册的非盈利组织旨在推广灌弹运动,这是一项融合了意志、健身和娱乐的体育活动,已经在当地社区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。 加拿大中冠协会于2023年11月8日在BC省正式注册。 协会为会员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、分享情感和凝聚力量的平台,强调了通过参与赛事来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。 协会的核心团队包括会长徐旭红、仲裁委员会主任周源、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刘靖等。 我非常的荣幸今天能够站在这里,以加拿大中冠协会会长的身份,想在座的每一位志与最热烈的欢迎。 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重要的时刻,我们协会的正式成立和开幕。 作为协会的会长,我深感自豪能够推动这项运动在我们社区的发展。 我们的成功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。 最后,我预祝我们的协会未来充满无限可能,并期待与各位在一起探索中冠世界中的成长和繁荣。 谢谢各位。 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有。 前央视主持人,中冠协会终身荣誉主席,拉威先生。 家中有益促进总会会长,中冠协会终身荣誉主席,任龙祥。 中冠协会终身荣誉主席,陈永涛代表林涛先生。 狼九集团副总裁,傅晓琴女士。 安徽宿州企业家,中冠协会终身荣誉主席,薛培尧先生。 中冠协会终身荣誉主席,叶天坡。 山东骑鲁总商会执行会长,郑燕女士。 蜂蜜赞助商代表,Maladaptive Development Inc. Stone Sher先生。 安家财税代表,Kason先生。 山东骑鲁总商会副理事长,张茂伟先生。 开幕式的高潮是颁发聘书环节。 其中,徐旭红女士被任命为会长,周元被任命为仲裁委员会主任,刘静被任命为执行会长兼秘书长。 加拿大中冠协会顾问张荣成,加拿大中冠协会顾问王丽华,加拿大中冠协会副会长张三宝,加拿大中冠协会副会长刘吉奎,加拿大中冠协会副秘书朱金信。 比赛结果的宣布是另一个焦点,颁发了冠、亚、冀军奖项,并为获奖者提供了现金奖励。 活动以一场自助晚餐和卡拉OK娱乐环节结束,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放松和社交的机会。 这次开幕式不仅标志着加拿大中冠协会的正式启动,也展示了该组织致力于创建一个文明、健康、轻松和抑制的娱乐氛围的决心。 通过举办各种赛事活动,协会希望能够促进会员们的交流合作,并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。 这一盛事无疑将促进冠单文化在加拿大的发展,同时也为大温地区的社区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。 加拿大中冠协会,加油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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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得知加拿大中冠协会成立的话,非常的高兴,因为呢这是展示我们东方智慧的最好的时刻。 我觉得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聪明智慧。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灌蛋呢,能够把我们东方的智慧传播出去, 让全世界的人除了玩麻将以外,就玩咱们中国的灌蛋。 在这儿呢,祝加拿大中冠协会作为加拿大国家队, 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夺得世界冠军。 我要努力,我要参与,我们一起快乐地分享智慧。 今天来参加这个加拿大中冠协会的开幕仪式, 然后也很高兴来参加这次灌难比赛。 希望大家赛数好成绩, 每个人都在灌难当中能够远好记忆, 然后开心快乐。 再见。